晚安!我們很久沒見啦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況 因為有很多人都問我 為什麼你最近好像出少了影片 好像很頹廢 好像很不開心 其實我就真的 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是因為心情不太漂亮 所以就沒什麼動力去拍片 所以答應了大家的減肥片 煮東西吃片 或者旅遊片 都很遲才出 真的對不起 Sorry 希望大家都等下 期待一下我說過的事情 我一定會做的 其實影片已經拍了 但是我真的要時間去剪 因為在我身邊也發生了很多事 所以我自己也要調理一下心情 才可以有心機去拍片 對嗎? 希望大家會諒解我 很略的這樣說一次 就是有一個很喜歡很重要的家人 離開了我 已經去了天堂 我也希望他在天堂 過得開開心心的 這件事就影響得我很大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 面對離世的一種痛苦 小時候覺得生命始終會有盡頭 但是當自己經歷的時候 就覺得原來自己 不太容易承受到這個結果 所以也用了很大段時間 去令自己吃壞這件事 然後 第二個就是因為工作關係 我現在是做一個廢青的生活 畢業之後我做了兩年的全面 因為實在覺得 還沒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遲了一份全職 暫時休息一下 先回到part time 生活費就自己賺了 但是你說 真的要儲錢 要買東西 或者要供養父母的話 真的要遲些才算 這個moment 我只是想很簡單地過一下自己的生活 休息一下 找一下自己的目標 將來想做的事 或者想繼續讀書也好 去留學也好 自己想一下 自己靜一下 因為 畢業那麼久 我都不太清楚自己做什麼 回一份工作就辭職 然後回第二份工作就辭職 好像 搞來搞去都做得不開心 整個人過得不開心 所以就 要好好打算一下自己的將來 現在這一陣子就是在休息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nstagram的話 我就在這一間做part time的barista barista 即是咖啡師 如果你有空經過的話 也可以進來裝一下 看看我是否在那裡沖一杯漂亮的咖啡 給你喝 雖然暫時我還是在做part time 但這份工作真的對我來說 是一個環境很好 還有一個工作性質 也是很適合我 還有很喜歡的 做得很舒適的一份工作 所以我也很希望 將這一份喜悅分享給你們 如果你經過就來吃東西 第二個近貨就是 我剪頭髮 大家有沒有留意我上一段影片 表白那段影片 其實我已經剪了頭髮 橙青了很久 有些觀眾就在下面留言 說 你是不是因為失戀而剪頭髮 其實失戀 就不是最主要想剪頭髮的原因 我以前第一次剪頭髮 是受刺激 我也曾經分享過 我會因為受刺激 而想剪短頭髮改變一下 令自己好像有一點安慰感 有一點藉口 令自己堅強一點 所以我就選擇了剪短頭髮 我前陣子都留得很長 本來想留長頭髮 但真的忍不住 我覺得很辛苦 找不到解放的方法 所以我就跑去剪頭髮 我的髮型師聽到 差點哭了出來 我頂你的肺 你留了那麼久 留了兩年多 你現在跟我說你剪了它 他一直在勸我 不要剪 結果我還是剪了 還要剪得那麼短 那我受刺激 剛剛也說過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離開了我 然後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很不喜歡那些男生 看到我長頭髮的樣子 覺得我有少少美女 有少少可愛 我怎麼可以說出口 有少少可愛 有少少天真 所以而想認識我這個人 然後搞到我誤會了他 以為他喜歡我 然後我不小心地投入了情網 誰知道原來他不喜歡我這個人 你們明白嗎 就是 真的試過很多次 那些男生看到我長頭髮 化妝 漂亮的 不是說美女 就是漂亮的 整整齊齊 然後就好像做一些很曖昧的事 令你誤會了 之後無論是我喜歡他 或者是我們一起了 結果發生了很多事 就是因為他跟我之間完全是不了解 就是因為我外表 所以想認識我 而一起的一段感情 最後帶來的結果都是分手收場 或者是做不了朋友 之類 簡單來說 以貌取人 我好不喜歡 我不是要弄醜樣子 我只是想把真正的自己 把我自己喜歡的自己 share給人 因為你知道大部份男生都喜歡長頭髮 所以我特意剪短 就是因為我想找到一個人 是看我內心而喜歡我 而不是再看我的外表 當然頭髮這些是藉口 但是那時候就有這種感覺 我真的不喜歡別人喜歡我長頭髮的樣子 你明白嗎 唉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還有希望大家不要在下面留言 我男朋友 或者我跟誰在一起 因為我如果真的有一個喜歡的人 跟他一起了很久 確認了我們是真心相愛 或者是認真拍拖的話 我一定會公開給大家知道 所以如果我沒有公開的話 請大家不要再猜猜 猜猜猜那樣 有一點困擾的 對雙方來說 因為那個男生可能他不喜歡我 或者那個男生根本跟我 是沒事的 你們一些觀眾就會說到 我們好像情侶一樣 我就覺得很尷尬 對啦我好怕那個男生會對我有偏見 會覺得 嘩 你youtuber 整天都有點留言飛魚 跟他一起做朋友 真的很麻煩 類似這些 有很多東西你們留言的東西 真的不是事實 希望大家手下流程 說一些關於影片的東西 然後呢 今天就去了 票頭 然後再重新染那個頭髮 我本來打算是染粉紅色的 但因為我以前染黑色 那個票粉 實在想不到最白的顏色 票了好 票到頭也痛 打得傻子 都還未染到理想的顏色 所以就隨便選了一隻 不是我心目中的顏色 替我染了 就這樣看其實呢 它是有一點點藍色 紫藍色的 然後這個底部就是灰銀色 這一邊呢 很特別的是 灰銀色了粉紅色的 但是因為底部不漂亮的關係 所以變了橙橙的 轉個圈給大家看 看到嗎 就是這樣啊 其實整體上來說 我真的不預期是這樣的顏色 但是不要緊 我覺得 再接再來 這顏色未試過 可以嘗試下行為 然後下一次就可以染粉紅色 我真的很喜歡粉紅色 脆嗎 我就是有一顆拼拼的心 少女心 第三個近況 就是為什麼我一直都出很少片 不是說沒有出片 但是出得很少 其實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我7月中 就完約了 完什麼約呢 我不知道 有小部分人可能知道 我簽了一間媒體公司 簡稱叫做MCN 是一個中介公司 然後它的中介就是在廣告商 和Youtube之間 那Youtuber簽了這間公司 那它就會去幫你找廣告 然後給你去接工作 那你頻道的收入 就要分一點給這間中介公司 簡單來說是這樣 所以我最近了兩年 我覺得沒什麼得著 因為工作真的接得很少 那我不公開哪間公司 我不會說這間公司有什麼問題 可能我自己未夠資格去接廣告 是我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辛辛苦苦拍片 被別人抽成的話 我是不是那麼開心 不是那麼強的 那所以呢 我就一直呢 都放下那些片 就是慢慢的出啦 然後剪掉那些片 可能就準備好 完約那一下 才多出一些 然後自己賺自己的代 而再不是 兩年來追這間公司 就不斷給它 然後它沒有給我 這樣 這個是我自己有少少自私的想法 但是呢 跟你們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接下來呢 8月份呢 我會暫時做一下全職的youtuber 先的 因為我尚未找到一份全職的工作 有空就回去part time 幫忙一下我自己平時的生活 這樣來說呢 就要出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在這幾個月裡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大家都一起珍惜一下這一段時間 那我打算呢 一個星期呢 吹一次的直播 幫大家做一個Q&A 每次直播就問五條問題 那答完就關直播 一個有故事性 有系統性 有規則性的一個影片 直播這一類的 然後減肥片 我一定會拍的 信我 我真的會拍 不過因為前陣子太退了 我還沒開始 真的很抱歉 我一直都 沒有勇氣 沒有決心 沒有動力 開始拍減肥片 現在我還是繼續做運動 但是我完全沒有節食過 沒有去控制飲食 所以都要努力 那分享近況就是這樣 最後呢 就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訂閱啦 支持啦 讚啦 不喜歡啦 一直都是令我成長 還有激勵我的一個動力來的 我會明白你不喜歡我的原因 可能是我有時拍片 未必適合你的口味 或者可能說的話 令你不開心 或者不認同 所以你才會按dislike的 我會繼續做好自己 然後吸納你們的一些建議 從而改善的 但我也不希望有些人 是故意中傷其他人 可能我真的曾經拍了一些片 是你們覺得 啊搞錯 這個人做什麼 為什麼會拍這些片 可能我想抽水 但是抽水抽不成功 然後最後整件事搞得很大 我覺得我跟以前的我 有種不同的想法 現在的我會想把正能量 帶給大家多一點 以前我 我只是想引人注意 因為我覺得很辛苦 那一陣子 一個很出名的youtuber 經常踩我 抹殺我的努力 然後那一陣子 我就整個人瘋了 有一點點抑鬱 然後我就不喜歡跟別人接觸 然後拍一些沒什麼意義 沒什麼價值 又要被人踩來踩去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學一下別人抽水 抽水就可以上位 就算很多人不喜歡 但是我先出名 然後我出名 才會欣賞到我的其他作品 以前我是這樣想 這個也是一個人群心理的作用 當你對一個人印象很深刻的時候 無論他在做什麼 你如果某一天在網上看到他的樣子 他的嘴巴 你就會認得他 我好像在哪裡見過這個人 他以前是這個人 他現在好像拍了這樣的影片 讓我看看 就有一種熟悉感 還有一種好奇感 所以那時候就想抓住這個心理 我經常不喜歡這種方法 都做了之後 有很多影片去解釋 但是還是那句 你喜歡聽聽 不喜歡聽就不要聽 我不是要求你們 要全部人喜歡我 但是我會希望我自己越來越進步 而不是不停地把負能量升到最高 然後讓自己不開心 帶給大家負能量的東西 然後搞到Youtube 或者Youtuber 這個工作是一個很粉絲 很負能量 很負面的媒介 給這個社會 其實我已經說完了 好吧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